在2002年我跟大家拍過影片說過 單反相機是用不到Leica M的鏡頭 我這次跟大家介紹的這部相機 完全打破了以往的觀念 這部是甚麼呢? Hello 大家好,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原本的Leica M的相機是用不到在單反相機上 這次跟大家介紹一個粗暴直接的做法 為了得到一個正確的成像 Leica M的發難距是比單反的發難距近的 主要原因是單反是一個反光鏡 在Mount和Sensor之間 那就增加了發難距 如果是要做到一部單反相機 是可以安裝到M鏡頭成像的話 是要把Mount植入了一個單反相機 這次這部5D Mark II就做到這件事了 大家看到是凹陷了進去的 將原本的機身部分拆除了 裝入了改裝的零件 其中包括了一個Mount 就是眼前看到這個 到現在有這麼多的無反相機出現 當時這麼奇怪的做法 為甚麼會這樣做呢? 這次跟大家說說一些細節 首先這部5D Mark II就是2008年的出品 有2100像素 以及可以拍攝到影片 影片雖然不是很理想 是1920x1080 即是正所謂的高清 在ISO方面 由100至6400 當時的香港買價大約是24000 如果是同年代的Leica相機來說 就是要談到2006年的出品 一部M8 就不是Full Frame 如果按計算來說 是要乘回1.33 譬如說24mm x 1.33 就大約等於32mm 普通的35mm Cop座之後 就等於差不多是46 那你就當50mm去用 這部機只可以拍照 就拍不到影片 當時的售價大約是港幣43000 如果說後期一點 去到2009年 就有M9的出現 當時M9是一部CCD的Full Frame相機 像素去到1800萬像 同樣都是不可以拍片 並且M8、M9 都是沒有Live View 不像240那樣可以有Live View 對於拍攝大光圈 或者是長焦距的鏡頭的時候 對焦是有一定的困難 在上世紀30年代開始 Leica已經不斷有新的鏡頭出現 在鏡群的選擇方面是非常豐富 亦是因為不同的年代 又不同的氣氛 拍出來的感受亦有不同的 特別是大光圈的鏡頭 例如現在我手持這支夜神 是一個50mm 1.0的大光圈鏡頭 除了影像質素 有保證還有一個認可性 當年的5D Mark II有一定的優勢 例如可以拍片 可以Live View去對焦 這樣一定就準確 還要是全鏡頭 最後就是價錢 相對來說是比較便宜的 這部5D Mark II 改了做一個M-mount 這裡是可以安裝到一個M-CAP M-CAP可以 那M鏡可以嗎 這裡就是一支Leica的51.50夜神 我們現在試試裝上去 是可以裝上去的 至於操作方面是怎樣操作呢 先穿一點 你會看到它是沒有東西看的 要是上面也沒有單反 要對焦、要看景 要穿了Live View去看 可以看到有畫面 可以放大5倍、10倍 這樣循環去看 拍照也是按Shutter就可以了 不過快門聲音就好像不太討好 至於拍攝影片 就上面這個按鈕 然後按鈕 它就有兩個燈亮了 一個閃閃下 一個螢幕上有一個紅點 這樣就已經穿了 可以拍攝到高清的影片 與此同時 你也可以在拍攝影片的時候 也可以拍照 這一下我覺得又真的挺有趣 對,如果你關掉它 就關掉它 然後關掉它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可能會關心 到底這部相機拍出來的相片 以及影片會怎樣 現在給大家看看 感應一下 你來看一下 你應該要看 您 supposed to be 看 還有 看 有 看 你 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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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